一千六百四十一集 浑眼倒雷 轻轻一跃 这小人立刻落在了王林身前 在王林右手伸开中啊 小人再次跃起 站在了王林手掌中 望着这个小人 王林目露奇异之芒 在这小人身上 十万符纹细腻的闪烁不断 隐隐使得这小人 只是肉眼可以看到 但神石一扫 却是一片空空 在王林看着这个小人时 他也在望着王林 其目光一片清澈 蕴含了一股 说不出的身材 在目光对望的一瞬 王林有一种恍惚之感 滚眼万千 寻自身玄妙 王林忽然开口 预算自身凶急 在其开口的一瞬 其掌心内的小人 身子一颤 散发出阵阵幽光 身子立刻冲着王林 跪在了那掌心内 向着王林磕头 第一次磕头啊 在那小人头颅 碰到王林掌心皮肤的一刹那 似有一股奇异的力量 从那小人身体内 轰然散出 冲入王林掌心 涌入其心神内 王林眼前一花 隐隐似看到了一片迷雾 这迷雾啊 充满了血光 隐隐可以看到 无数身影 但却看不清醒 此刻 那小人再次磕头 第二次 眉心碰触 王林掌心皮肤的刹那 王林脑海红红 眼前的迷雾 似被一股力量 涌现后 与强行冲开 他隐隐地 似看到了一座山 此山雷霆笼罩 仿佛是一座 天地至极的雷山 在那山下 他赫然看到了一个人 此人似被镇压 在那雷山顶 一道道闪电 从天降临 不断地披在此山上 隐隐地 他还看到 在那天空上 有一个巨大的 有闪电雷霆 组成的战车 那战车上 站着一个 同样被雷霆 组成的身影 低头看向大地 王林心神震动 他不假思索 仔细地凝望 那山下被镇压 之人的相貌 但却是一片模糊 看不清晰 此刻 他手心内那小人 身子颤抖中 向着王林 第三次磕头 在其眉心 碰触掌心的一刹那 王林身子巨阵 心神轰鸣 仿佛再次获得了一股 冲开迷雾的力量 使得他看清了那山下被镇压之人的样子 那个人呢 赫然就是他自己 在看清这一切的刹那 王林眼前的这个虚幻的一幕 轰然崩溃 他仿若被一颗羞真心 砸到了身上 轰得一声 神识急速收缩 是谁 会在未来一只雷扇镇压我 王林神色争鸣 在眼前这一切崩溃的同时 他强行让自己神识留下 猛地抬头 去看那天空雷霆 锁化战车上的身影 他要看清这个人的样子 魂眼道 给我再次运转一次 看不清 当王林岂能就此放弃 其心神 穿地尖了 他手中那小人颤抖的身子 再次磕下了第四刺头 轰得一声 王林所看的世界 似有一道巨大的雷霆 轰鸣而过 刺目的光芒 把这模糊的天地 完全照亮 更是让王林 在这一瞬间 看清了 那战车上的身影 其项目 在看清的一刹那 王林心神震动 身体一颤之下 眼前的虚幻世界 彻底崩溃 他双目一宁 抬头中所看 还是在那洞府内 掌心中的小人 神色萎靡 目光暗淡 一动不动 沉默了很久 王林始终无法忘记 自己最后那一眼 所看之人的样子 不可能 怎么会如此 王林神色露出迷茫 许久许久 他握住了手掌 把掌心的小人 融入体内魂中 滋养起来 此事偷着诡异 不过这魂眼道 的确可以推演未来变化 带着魂人休养一些时间后 我或许可以用他 来算出司徒 清水 李倩梅等人的下落 王林陈寅中啊 压下心底之前 因所看的一幕 造成的震动 他修为到了如今的程度 人生中事情 经历了太多 即便是天崩地裂 一般的大事 也可冷静地 压下在心底 三天了 那青牛老祖 所说的三样礼物 不知是什么 且他之前还说 可以让我进入 大魂门的藏魂阁 挑选一样神通 王林眼前浮现出 大魂门的多重幻术 还有那炎鸾曾施展过的 照引大魂门先祖之魂现身 略一沉眼 王林起身 向前一步迈去 走出了洞府 踏在了这燃烧的山峰上 一眼就看到了外面 身子极为虚弱的樊山梦 他依旧站在那里 在看到王林现身后 樊山梦神色复杂 正要张口说话时 王林身子一晃 走出了阎脉峰 从这樊山梦身边 一晃而过 你 樊山梦眼中露出愤怒 但却是被他声声压下 盯着王林离去的身影 深吸口气 平静心绪继续等待下去 他已经没有了退路 王林身影化作长虹 离开了阎脉峰后 向着大魂门深处 击齿而去 青牛老祖留下的 迫近御剪中 存在了大魂门 各个山峰的地图 可以让王林清晰地知晓 那青天峰所在 大魂门深处 一座直冲云霄的山峰 此峰一片翠晶 因其太高 看去 似支撑天地一样 这里 是大魂门的近地 这里是青牛老祖的 闭关所在 王林一路急迟 大魂门的诸多禁止 在其面前 化作层层薄纹 没有丝毫的作用 直至在这青天峰外 王林身子停下 看着山峰 抱拳声音朗朗传出 晚辈王林 青牛前辈可在 那青天峰通体一阵 山峰外的禁止 全部消散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旗内飘来 最顶峰 我在这里等你 王林下意识地 神识散开 在这青天峰上一扫 目光顿时凝重起来 此风看似寻常 可实际上 其内却是存在了一股 极强的气息 这气息啊 是这山峰所散 这是一件法宝 所化之山 王林不动声色 身子一晃 直奔山峰顶部 似冲入云霄一般 很快就来到了山间 青天峰顶 青牛真人 盘西坐在那里 一身轻衣 在山峰中飘动 更将其白发吹起 王林声色如常 来到青牛真人对面 盘西坐下 魂眼道之术 的确不凡 十七万八千年的修炼 说不定 可以比得过先皇国师 大魂门底蕴之身 汪某佩服 坐在那里 王林缓缓开口 青牛真人听闻此话 哈哈一笑 身色也不见尴尬 而是颇为从容的样子 嗯 王长老此话很对 刚刚进入我大魂门 就以大魂门为荣 这一点很好 实际上老夫 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 若真有人能坚持闭关 十七万八千年 整日修炼魂眼道之术 必定可以拥有 与国师媲美的计算之力 十七万八千年前 修行一种神通 修为不见增长 体内生机寿源都会不够 这样的人 有吗 王林话语毫不客气 那十七万八千年 让他颇为无奈 反正老夫是没听说过 大魂门内 有谁把这魂眼道 修炼到了大城 即便是第一代老祖 也只是烙印了 四十亿符文名字而已 不过王长老 天资惊人 机缘必定不少 说不定会有办法 把这门 我大魂门的绝学 修至大城呢 青牛真人 微微一笑 开口说道 放屁 王林毫不客气 他很少如此说话 眼下实在是看那 青牛真人的神色 太过恶心人 此话一出啊 那青牛真人 明显愣了一下 显然从未想到 王林居然会如此恢复 眨了眨眼 这青牛真人呢 也的确感觉 有些心虚 嘿嘿一笑 算了 不说这个 我这里有三样礼物 是大魂门 为你准备的 对你应有大用 说着 青牛真人 连忙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顿时三道光芒幻化 形成了三个锦盒 直奔 王林而去 王林大修一甩 便把这三个锦盒 收入秀内 看都不堪一眼 不会 又是打开锦盒的时间 需要十七万八千年吧 青牛老祖干咳一声 连忙开口 这个 老夫就不知道了 这三样礼物 是一代老祖 当年为你准备 大魂门一代代替你保管而已 如今你拿走 至于里面具体有什么物品 我可不知道 就算是出了问题 你也别来找我 看到王林皱起眉头 这青牛真人站起身子 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一指 立刻 这青天风外 一道巨大的裂缝 轰隆而起 那裂缝那样 似另外一处空间般 其内有一座巨大的九层阁楼 这阁楼被雾气缭绕 若隐若现 一股来自灵魂的威压 弥漫开来 还没有进入裂缝内 只是在外看一眼 王林就立刻感觉到了 这股压力 老夫还有一炉 丹药正炼 你自己进入仓魂阁内 去选择一样神通好了 礼带的规矩 只能选择一次 若想选择第二种神通 就需要你去完成 门派的任务方可 青牛老祖说着 身子刹那消失 却是瞬移而走 匆匆离开了这里 王林站起身 没有去理会 那离去的青牛老祖 而是看着那天空的裂缝 沉吟片刻后 迈步踏入裂缝里 再进入这裂缝的一刹那 一股磅礴的威压 笼罩其身 这是一处模糊的空间 没有天空 没有大地 整个空间 只有那一个巨大的 九层阁楼 被一片雾气弥漫 阁楼外 有两尊巨大的凶兽雕像 盘踞在那里 栩栩如生 阁楼大门关闭 四周一片寂静 唯有那第六层内 在雾气内似有一团灯火之光 闪烁不定 仿佛有人在第六层中走动 在那大门的上方 竖着三个大字 藏魂阁 这里就是大魂门的圣地 历代功法神通 储存之处 看似平静 可王林却是隐隐看出 这里杀鸡四伏 存在了不知多少恐怖的杀鸡 沉默片刻 王林抬起脚步 向着那九层阁楼大门走去 在临近的瞬间 突然他脚步一顿 猛地转头 看向身旁右侧 那巨大的凶兽石像 这凶兽的样子 看起来仿若是一头麒麟 但却又不同 在王林目光看去的瞬间 这凶兽石像 突然蠕动起来 四周扭曲间 一声低吼咆哮 骤然在王林心神内回荡 欲见哪来 王林目光一闪 他看出这石像 实际上是封印了一头 极强的凶兽之魂 此魂被镇压在这里 与石像融合后 便可变化出 种种神通 右手抬起一番 在王林手中 就出现了 那青牛真人 宋宇的御剑 这御剑刚一出现 王林只感觉 眼前一花 似鸿芒一闪 御剑就消失无影 那蠕动的石像 大嘴内 仿若在咀嚼一般 片刻后 吐出那枚御剑 可入仓魂阁 选一样神通功法 那石像传出神念后 慢慢不再蠕动 也没有了空间的扭曲 化作寻常一样 在那里一动波动 1642集 赌约 好快的速度 王林双眼瞳孔一缩 他方才没有看清 石像的动作 此刻略一思索 便知晓 那鸿芒一闪 实际上是这凶兽的舌头 在那石像不动之后 这九层阁楼的大门 缓缓地打开了一道缝隙 一股股灵魂的波动 从其内散出 使得此地威压更重 王林不动声色 迈步走向了大门 从这缝隙内踏入进去 在他踏入到这藏魂阁的 第一层的瞬间 他看到了这藏魂阁的秘密 这是一个约数千丈大小的房间 一个个七尺小人 潭息漂浮在这里 闭目打坐 一动不动 但在他们身上 却是透出一股股 强悍的修为波动 王林目光 在这数千个小人身上扫过 这里面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但毫无例外 全部都是魂体 在每一个魂体身上 都蕴含了一种神通工法 藏魂阁 王林喃喃 目光扫过后 看到了那通往第二层的楼梯 这楼梯散发幽光 似有一股禁止存在 若是修为不够 无法上去 显然 这藏魂阁九层越是高处 功法越是精妙 王林大袖一甩 越过那数百个魂体 走向楼梯 在其脚步落下的刹那 一股排斥之力 骤然而起 似要阻止 王林上去一般 这股排斥之力 颇为强大 可以阻止一切 非第三步大能 只不过对王林来说 实在是微不足道 他神色从容 轻轻迈步 踏上一阶阶楼梯 在咯噔咯噔的声音中 走到了二楼 这藏魂阁的第二层 同样也有数千个魂体存在 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功法气息 比之第一层 要强大数倍不止 但王林在目光一扫后 却是没有找到 其想要的那两种神通 多重幻术 与那赵尹大魂门 先祖之魂的术法 这里的功法 大都是空涅修为 可以明误 施展出来 威力不凡 不过对我来说 毅然无用了 王林沉吟中 顺着第二层的楼梯 向着第三层走去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王林一路 停顿时间不长 来到了这藏魂阁的 第五层内 在这一层中 那魂体骤然减少 只有近五百个 漂浮在那里 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 功法气息 隐隐达到了空旋的境界 显然这里 属于空旋修饰 那一个个神通功法 尽管王林 看不到变化与口诀 但凭着感应 确实可以看出 每一个 都拥有莫大的威力 这里的任何一个魂体 若是拿到了外面 会引起何种效果 王林不知 但若是放在了洞府界 足以引起一场 莫大的浩劫 至时 这些神通功法 尽管诱人 但却不是如今 王林的选择 他看着 那通往第六层的楼梯 目光一闪 向那里走去 在其脚步落下的一瞬 王林脑海 顿时轰的一声 仿若被重创一般 身子默然一阵 脚步落在那里 身体一动不动 第六层中 阎鸾盘膝坐在那里 其头顶 漂浮着一个魂体 一丝丝的魂气 从那魂体内散出 钻入他的天灵中 在王林脚步踏上 通往着第六层的 台阶的一刹那 阎鸾默然睁开双眼 露出奇异之色 这个时候能来到 这藏魂阁的 很有可能是那王林 此人修为诡异 可能只是空灵后期的样子 且看看他能不能上来 就可判断他的真正修为 同样是在王林 踏入这通往第六层的 台阶的一瞬间 清天风美 那借故索要炼丹的 青牛真人 潘息坐在洞府中 忽然睁开双眼 前五层都没他想要的功法了 这第六层可是需要拥有空节修为的意志力 方可踏入的 这王林修为还没有到空节 但其身上有诸多的隐秘 说不定也可以进入第六层 不过第六层也是属于他的极限了 至于那第七层第八层 一旦进去 就可在大魂门内引出天变 能进入者 大魂门中不超过五人 至于那最后的第九层 除了我 没人可以踏入其内 且一代老祖当年推演天地变化时 也曾说过 这王林要在三百年后 才可以进入第九层 青牛真人微微一笑 闭目不再言语 第五层通往第六层的楼梯处 王林身子一动不动 许久 他双眼周然露出金光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好厉害的幻术 在方才那一瞬间 他经历了无数幻术世界 短短的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对他来说 好似数百年一样 此刻清醒过来 王林目光一闪 左脚抬起 再次向上一趟 落在台阶上的一瞬 他脑海再次轰鸣 但王林的神色 确实没有丝毫变化 目光炯炯 左脚落下 右脚抬起 一连踏出了旗步 每一步落下 他心神都会轰轰俱响 一股强大的压力 骤然降临 似要将他赶出台阶 曲曲禁止 阻不了我的脚步 王林眉心 古神星点 双目妖魔之星 骤然浮现 身体内传出 喷喷之声 以其强悍至极的肉身之力 应是抵抗了这股压力 再次迈步 走出了五个台阶 此刻 他距离那第六层的入口 已然不足八个台阶 踏上去 他就进入了第六层 空节修为的修士 我都战过 这禁止 只不过是模仿出 空节修士的意志而已 我王林的意志 诞生在洞府界 踏入在这仙冈大陆 更有分身 在虚无层内 与先祖古祖本源同归 这禁止 不足为虑 王林的身体内 骤然弥漫出 一股惊人的意志力 他神色从容 脚步抬起 一步一步一步 没有丝毫停顿 向着那第六层走去 不急不徐 王林踏过了七个台阶 还剩最后一个 那最后一个台阶啊 在王林抬脚欲落的瞬间 他眼前突然一花 清醒时 居然是在一处悬崖的边缘 他的脚步一旦落下 就会坠落悬崖之地 在那悬崖深处 一声声凄厉的嘶叫回旋 却见一片片猙獰的冤魂 如烟丝一样缭绕 轰然冲向王林 看着悬崖底部 冲上来了诸多冤魂 王林眼中露出思索 他没有着急 而是在沉吟中 察觉四周的诡异 这禁止幻化 看似简单 似乎只要有足够的意志 强横地向前一步迈去 不去管那些冤魂与悬崖 就可以迈过一样 但王林却感觉有些不对 此刻 悬崖下的那些冤魂 已经冲出了一大半 距离王林所在 不足百丈 刹那临近 不足十丈 这禁止幻术 倒也巧妙 王林脸上露出冷笑 身子一晃 脚步 没有改变 向着前方悬崖之外 一步落下 在这一步落下的瞬间呢 下方那些冤魂一个个神色中露出了兴奋与激动 似他们就在等待王林如此 当王林脚步落下的刹那 却是有波纹回旋 其身子这一步中啊 直接消失无影 在其身影消失的瞬间 这虚幻的世界立刻轰然崩溃 仓魂阁第六层入口出 王林的身体一步迈出 没有去探了最后一个台阶 而是一步越过 踏在了台阶外的第六层阁楼内 在其脚步落下的瞬间 王林脑海轰得一声 一切都平静下来 同样在这一刻 那青天风洞府中 青牛真刃神色没有半点意外 微微点了点头 不愧是被一代老祖 推演算出接近之人 在无人告知的情况下 第一次就成功进入第六层 这一点很难得 你竟然上来了 在这第六层内 那阎鸾双眼一拧 看向王林 你能来 王某为何不能来 王林神色平静 向前走去 他方才那一步 若是直接迈出 没有越过那最后一个台阶 此刻必定前功尽弃 这尽致的巧妙 就在于最后一个台阶 不可踏 只可跃 古往今来 大魂门中 不知有多少人 试图进入这第六层时 在这里失败 而在藏魂阁内 一旦失败 就只能止步了 等待下一次 获得进入 苍魂阁的机会时 才可以重新尝试 哼 定是有人提前告诉你 这通往第六层的 阶梯的悬崖 阎鸾平静开口 以为自己猜到了答案 王林神色如常 扫了那阎鸾一眼 并未开口 而是神石散开 观察着第六层 此层中 漂浮的魂体数量 比至第五层 要少很多 只有六十多个 但每一个魂体上 却是都散发出 阵阵极为强悍的气息波动 显然在其内 蕴含了种种空洁修士 放有资格获得的 绝强神通功法 王林这举动 落在那阎鸾的眼中 显然是默认了 他之前的猜测 索性闭上双眼 不再去理会王林 毕竟这藏魂阁那样 禁止一切斗法 他虽说是大魂门 多年的长老 但在这里 却是不敢有 丝毫的违反 藏魂阁 只是选择 攻法的地方 这里是大魂门的圣地 其内蕴藏了 太多难以想象的隐秘 这一点 阎鸾很是明白 王林的神石 扫过那六十多个魂体 在这里 他找到了多重幻术 找到了那阎鸾之前 施展的魂影归神通 尤其是此刻 阎鸾天灵上那个魂体 正是王林要寻找的 魂影归之术 整个第六层 很是安静 王林略一沉吟 抬起脚步向前走去 他的双脚 踏在这第六层的地面上 此层之地 铺着木板 踩在上面 时而会发出 嘎吱嘎吱的声音 在这寂静的第六层 这个声音 颇为刺耳 让那阎鸾睁开双眼 目中闪过一丝烟雾 王林丝毫没有理会 那阎鸾的神情 在那嘎吱嘎吱的声响下 走到了多重幻术 蕴含的魂体附近 仔细地看去 慢慢地 他的眉头皱起 阎鸾注意到 王林的神色 冷笑起来 他自然知晓 王林为何皱眉 实际上 他当年第一次 来到这里时 看到这明镇 大魂门的多重幻术的 道法后 也是皱起了眉头 大魂门的多重幻术 这里只有前五重道法 你若有本事 可以去第七层 那里据说 有后两重幻术道法 若你再有本事 大可去第八层 一或者是第九层 这第九层内 有大魂门完整的 多重幻术 古老魂体 哦 王林看了阎鸾一眼 目光在其头顶 天灵上的魂体中 扫握 这魂影归之术 也不完整 莫非 也是在第七层 以上不成 当然 大魂门的一切 讲究实力 你若有实力 自然可以获得完整 七层的入口 就在那里 你可以上去一试 阎鸾冷笑 玉手抬起 向着不远处一指 其所指的位置 有一座古老的楼梯 通往这仓魂阁第七层 这仓魂阁很是奇异 并无任何避陈的禁止 如此一来 那楼梯上布满了灰尘 看起来 似很久 无人迈步上去 1643级 欲踏青天 唯有距离近一些 才可以看到 那楼梯上 并非没有脚印 只是那脚印太淡 又被新的灰尘盖上了 哼 你能上去吗 阎鸾望着王林 轻蔑地一笑 王林没有说话 看着那楼梯 眉头微微一皱 第七层 怕是唯有拥有了相当于空节中期的意志 方可走过那层层阶梯 对于王林来说呀 或为艰难 更不用说那第八层 还有那最后的第九层 若没有本事上去 便不要挑三紧四 仅仅是这里的功法神通 就足够你这一辈子了 阎鸾断定了王林 没有资格上去 话语尽管并非太过尖酸 但蕴藏的含义 却是不屑 听到阎鸾的话语 王林忽然笑了 他转身看向阎鸾 这绝美的少妇啊 此刻尽管带着怨气 可容颜不但没有褪色 反而更加动人了一些 只是这种皮肉之相 在王林看去 与白骨没有丝毫不同 不如我们打个赌 我若上去了这第七层 你赌什么 王林看着阎鸾 缓缓开口 他这话语啊 在这第六层内回荡 落入阎鸾耳中 让阎鸾神色骤然一鸣 他看了一眼 那通往第七层的楼梯 内心沉吟起来 这王林如此话语 由锦成为真 哼 这第七层 大魂门能入者 一直手数地过来 我也曾尝试过 但却根本无法走出 超越七个台阶 此人修为即便有些神秘 但我与他战过两次 我若不能上去 他必定不能 他这番话语 是在给自己找台阶去向 一旦我若不同意 他大可避开这个话题 我也无法继续 以此话题积下去 你若能踏上第七层 我便把此物作为赌注 阎鸾想明白后 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一挥尖 一把蓝色的伞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你呢 若你踏不上第七层 又拿什么来做赌注 阎鸾盯着王林 话语冰冷起来 血光一闪 王林右手抬起钟 那把血剑呼啸而起 落在了地面上 此剑足矣 阎鸾目光在那血剑上一扫 他知道 这把血剑是道谷一族的宝物 作为与他那蓝色之伞 等同的赌注 的确足够 好 便于你赌了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破着第七层的 静置弹回 阎鸾双眼 瞳孔收缩 他忽然有些 看不明白王林了 他能拿出这把剑 莫非有十足的把握不成 王林神色平静 再不去看那阎鸾 向着那通往 第七层的楼梯走去 他步伐不快 但每一步落下 都似有波纹回旋 更是如同 踏在了阎鸾的心神之上 此刻的他 已经不再去感悟 那魂体内的神通 而是盯着王林 内心忽然有些紧张起来 他隐隐有些后悔 不该去挤王林 那把蓝色的伞 是他的一件 颇为强大的法宝 丝宝的防范之力 极为惊人 此人狡猾多端 故弄玄虚 怕是输了之后 会反悔这个约定 也说不定 在阎鸾的目光中 王林一步步 不疾不虚地 来到了那古老的楼梯处 王林看着这楼梯 那一共十九个台阶尽头 便是第七层 看似一步就可跨越 但接近这里后 从这楼梯上 散出的一股 颇为危险的气息 却是在警告着王林 若没有足够的意志 踏上阶梯 会如怒海孤舟一般 怎么 不敢了 严栏看到王林 在那楼梯旁沉默 内心松了口气 他真怕看到对方 如履平地一般 连续迈步 轻松地进入第七层 尽管这在他看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林猛地转头 大有深意地 看了那阎卵一眼 你看好了 话语中啊 王林双眼 金光弥漫 抬起脚步 直接就落在了 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上 在其脚步落下的刹那 大魂门突然天地色变 轰鸣回旋 一条巨大的阶梯 蔓延数百里内外的天空 幻化在了整个 大魂门的上空 这阶梯啊 光芒万丈 把这大魂门的黑夜 刹那 照耀得一片明亮 阵阵轰轰巨响 更是在这黑夜中回旋 使得无数大魂门的修饰 纷纷从闭关中惊醒 各自散开神石 或者干脆一闪而出 在各自的山峰上 全部看到了那天空中 巨大的阶梯 有人运入藏魂阁第七层 此人一头白发 看其样子 不正是那新来的王政老吗 他修为尽管不俗 但若想进入这第七层 怕是很难啊 又有热闹看了 举例上次有人进入第七层 大概差不多有一百多年了 除了那几个老家伙外 几乎没人敢踏入这第七层了 残魂阁的静置颇为强大 除非是可以成功踏入第七层 如此一来 以后再进去 就不会出现这天变 可在没有成功之前 每一次踏上阶梯 都会被万众瞩目 这王长老 我看他必定失败啊 那阶梯啊 共有十九层 在那第一层中 此刻站着一个巨大的身影 这身影一头白发 正是亡灵 这就是大魂门 藏魂阁 欲去往第七层 引动的天地变化 古往今来 大魂门内 但凡有人要踏入第七层 都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被所有人知晓 被整个大魂门瞩目 这是一种荣耀 但同时也是一股极大的压力 若是没有资格进入第七层者 强行进入 则他的一切表现 都会被人看到 包括其狼狈 被弹回的样子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故而尝试进入第七层者 多年也难见一人 大魂门内 一道道身影 从各自山峰内飞出 齐齐看向天空 这种热门的事情 对于大魂门之人来说 虽说并非罕见 可看到一次 也不是很容易 如今遇到 自然颇为感兴趣 这时 很少有人认为 亡灵可以成功 大都是抱着 看其狼狈的想法 就连那青天丰盛的 青牛老祖 也是眉头一皱 抬头目光似穿透洞粉 看到了天空的一变 他有些鲁莽了 以他的修为 不可能进入这第七层 青牛老祖暗叹 微微摇头 如此也好 错错他的锐气 莫要以为我大魂门内 没有玄妙 与此同时啊 大魂门内 还有三五处山峰中 几个常年闭关的老怪 也睁开了如同星辰一般的双眼 默默地看去 有意思啊 这种修为 能踏上第六层 本就艰难 竟然还想要进入第七层 此次 有些字不亮丽了 天空的虚影中 那巨大的十九层阶梯上 亡灵右脚落在第一处台阶 双目闭合 身子一动不动 但没过多久 他猛地睁开双眼 盯着阶梯的镜头 脚步骤人抬起 向前大步流行 步步走去 每一步落下 整个大魂门中 都会有惊天轰鸣传出 如同雷霆一般 转眼间呢 王林走出了五步 走上了五个台阶 苍魂阁第六层中 阎鸣死死地盯着王林 见他走出了五步后 神色默然一变 但很快就恢复如常 哼 五个台阶又如何 他走不出第七个台阶 阎鸣握紧了拳头 忘记了去感悟魂体内的神通 而是目光完全凝聚在 前方台阶上的王林 王林神色平静 但内心却是如怒浪滔天一样 五步落下的一刹那 他好似沉静在了万丈深渊内 一股庞大的神石 从脚下阶梯内 横扫而出 轰在他的心神内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声音 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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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尽管只有两个字 可却在王林的心神中 爆发出了无尽回音 这回音起伏不断 如同是有数百上千人 同时向着王林咆哮 在这巨大的声音中 王林的身体 似要被撕开一样 仿佛他若是不退 就会形神俱灭一般 在这声音中 王林的脚步 在那第五个台阶上 停顿下来 他抬头看着上方阶梯尽头 目中露出果断 本元真深 明 王林右手抬起 掐绝一指 在这一指之下 立刻大魂门内轰鸣昼起 却见那燃烧的沿脉风 突然爆发出磅礴的火海 那火海刹那 弥漫天空 笼罩之下 那火海内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面孔 这面孔 正是王林的本元真身 一晃之下 这滔天一样的火海 齐齐直奔的天空中 虚幻的阶梯 与虚幻的王林 瞬息临近 融入那虚幻的王林身体内 与此同时啊 在仓魂阁第六层中 通往第七层的阶梯上 王林全身火海 立刻散开 在其身后 赫然化作了其本元真身 在这本元真身出现的一瞬间 王林双眼金光一闪 似获得了新的力量 向前默然抬起脚步 再次迈去 第六台阶 第七台阶 第八台阶 王林脚步不停 在刹那间赫然走出到了 十三个台阶上 在其脚步落下的一刹那 仓魂阁第六层中啊 始终关注王林的阎鸾 猛地站起身子 其绝美的容颜 此刻大变 他眼露无法置信之色 身子轻颤 丝毫没有察觉 其右手死死地握住 以人一阵发白 不可能 与此同时啊 大魂门内 所有目睹了天空的阶梯上 王林一连走出树步 踏在了第十三台阶一幕的 修士与长老 纷纷神色起了变化 更有哗然 如浪而动 第五台阶一顿 直接走到第十三台阶 此人 此人居然 有如此强悍的意志力 那是本源真身 居然是本源真身啊 这王长老 好惊人的举动啊 还有六个台阶呢 他就可以进入第七层了 王林的本源真身 大魂门内 并非人人皆知 此刻被万众瞩目下 引起的震动与骇人 无法形容 整个大魂门 几乎沸腾起来 就算是那几个 常年闭关不出的老怪 此刻也是纷纷动容 十三台阶 青天风内 那青牛老祖目光凝重 但依旧还是盘膝坐在那里 没有起身于外出 我小看了他 他的这句本源真身 看来已经很接近 真仙的程度 本源真身 本源真仙 一字之差 却是如天地沟壳 不过 十三阶 已经快要到他的极限了 他最多还能走出三个台阶 青牛老祖修为高深 其目光独辣 很少看错 藏魂阁内 第六层通往第七层的 楼梯 第十三台阶处 王林站在那里 沉默了片刻 借着本源真身的力量 他走到了这里 但在他的脑海中 那如同天威一般的声音 却是磅礴了无数倍 退下 轰鸣回旋在脑海 这声音不断地起伏 冲击 王林的原神 他神色看似平静 但实际上 他的双眼 已经有了恍惚 这恍惚啊 被那阎鸣看到 被那大魂门外 无数的修士看到 被那些常年闭关的 老怪看到 这恍惚啊 被那阎鸣看到 被那大魂门外 无数的修士看到 被那些常年闭关的 老怪看到 哼 他要不行了 阎鸣神色露出喜悦 看来 他终究还是 无法进入第七层 大魂门的诸多修士 暗自摇头 可就在这一刹那 大魂门天空上 那虚幻的巨大阶梯中 王林的身影 其双目内的恍惚 骤然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滔天金光 阎鸣 你高兴得太早了 你的那把伞 王某要定了 王林话语传出中 脚步默然抬起 向着第十四台阶 一步落下 在其脚步落下的刹那 王林身后的本源真身 化作活海 轰然冲入王林身体 瞬息间 王林身子一阵 与本源真身 融合为一体 脚步落下后 再次迈出 第十五台阶 天地轰轰 大魂门中无数修士 此刻奇奇凝望 他们看着王林 在走到了 第十五台阶后 又一次迈步 第十六台阶 还差三个 我王林的意志 天地不屈 凭什么要我退下 王林话语中 眉心中 须知本源中的生死本源 骤然从其身体内爆发出来 须知本源 在仙刚大陆 并没有受到影响 此刻爆发 王林踏在了第十七台阶上 我的意志 贯穿洞斧界 与仙刚大陆 不忘今来 第一个走出洞斧界 即便这藏魂阁中 存在了相当于 空阶中期修士的意志 你又凭什么资格 来让我退下 王林身体中 其真假本源 骤然爆发 身子如同虚幻 急速转变中 一步落下 踏在了第十八个阶梯上 这一幕幕落在 大魂门弟子墓中 一个个心神震动 被那阎鸾看到后 此女面色瞬息苍白 就连那大魂门 常年闭关的老怪 也纷纷走出洞府 亲自以肉眼看去 我的意志 天结无法磨灭 我从天结中 取回自身命运 我来到这仙刚大陆 不是为了屈从 而是为了掌控自身 不是为了服从 而是为了踏天 王林双眼露出夺目金光 他的因果本源轰然而起 一步落下 踏在了第十九台阶 踏在了这大魂门 藏魂阁的第七层 一步落下的瞬间 大魂门上上空的虚幻之影 光芒无尽 闪烁中四周一片寂寂 所有大魂门弟子 一个个神色凝重 看向了虚影的目光 带着尊敬之意 强者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会受到尊重 王林以自己的脚步 告诉了整个大魂门之人 他可以进入第七层 更是让之前那些 所有不看好他之人 此刻 纷纷心神震动 半晌 说不出话语 从此之后 这藏魂阁第七层内 不再是除了老祖外 只有五人可以进入 如今又多了一个 大魂门安静中 远远的不知从何处 传来了一声叹息 与此同时啊 在那青天风洞府内 青牛真人沉默 他依旧潘膝坐在那里 没有起身 但他的眼中啊 却是露出凝重 他居然真的 踏入到了第七层 先祖曾说 此人应是三年后 进入第七层 三十年后 进入第八层 三百年后 进入第九层 给大魂门 带来一次最大的造化 如今 竟然改变了 藏魂阁内第七层 在王林脚步落下的一瞬 他猛地转头 目光顺着楼梯 看向第六层 那面色苍白的阎鸾 大袖一甩 留在第六层中的血剑 还有那阎鸾的蓝色大伞 全部呼啸而动 直奔 王林来临 阎鸾 这伞 王某要了 阎鸾下意识地 抬起手 想要抓住那伞 但他的骄傲 却是不允许他这么做 迟疑中 那伞与血剑 便来到了王林身边 收起血剑 王林一把 抓着那蓝色的伞 正要抹去 其上阎鸾的神石 将其化作 自身之物的刹那 突然 那第六层中的阎鸾 骤然传出 其阴冷的话语 王林 你还赌不赌 王林目光一闪 冷笑中停止了 抹去那伞上阎鸾神石的举动 拿在手中 缓缓开口 你又要怎么躲 我躲你进不了第八层 你敢不敢躲 阎鸾身子一晃 直接出现在那楼梯口出 但却不敢踏上 而是抬头盯着王林 王林没有立刻开口 而是露出沉吟之色 你若输了 只需把这宝伞还我便可 但你若赢了 我 这阎鸾呢 还没等说完 王林开口 将其话语打断 我为什么要和你继续赌下去 王林话语平静 大袖一甩 走向第七层内 漂浮得不到三十个魂体 黄鸾 你若赢了 我阎鸾把瓷宝给你 阎鸾玉手一番 立刻在其手中 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小葫芦 这葫芦刚一出现了 顿时便有阵阵灵魂的波动 从其内骤然笼罩开来 此屋是第九先祖 罗云海生前的法宝 被我无意中获得 是其当年凝聚十亿道魂所在 如今其内尽管破损 但还有三千万道魂在内 一旦施展 虽说只有一次机会 但却可以发挥出堪比空节中期的最强之力 此物也正是我能用魂影龟 召唤出第九先祖的原因 你有此物 修炼魂影龟道术 也可召唤第九先祖降临 此物只要你能踏入第八层 你便拿走 你赌不赌 炎鸾声音尖锐 回旋藏魂阁 王林走向那第七层魂体的脚步一顿 他感受到了第六层中 传出的那阵阵灵魂的波动 沉吟起来 他如今宝物太少 在这仙刚大路上 若要立足 除了自身的修为 法宝也是重点 此物若能到手 便拥有了威胁到空气中期的杀手锏 王林沉吟中 目光扫向的通往 第八层的楼梯入口 那楼梯上的灰尘更厚 显然呢 已经很久很久 无人踏入其上 这第七层的魂体 王林也神识扫过 找到了较为完整的魂影龟 与多重幻术 只不过显然 相比于第八层内的魂体 那里将更为完整不少 第八层的楼梯 若是不动用分身的力量 怕是很难走上去 王林眉头着急 在内心衡量得失 同时其心神内 慢慢地感应 那冥冥中分身所在 严栏在第六层 等待王林的答复 在这沉默中 他内心略有焦急 他担心王林会不同意的同时 也在考虑王林一旦同意 或者真的有办法走入第八层 此时因无可能 那伞对我用处极大 这么轻易就被他拿走 实在不甘心 第八层 那存在了空间后期的意志 以着王林的修为 走过第七层 必定是有所创伤 第八层 他绝不可能走过 就在这阎伦内心不定中 突然从第七层内 传出了王林的话语 你要赌 那便赌吧 王林话语斩钉截体 那拥有三千万道魂的葫芦 他必须要获得 且之前呢 与分身感应时 分身的成长 比他预料的要快上不少 即便是送出力量 给其本尊 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相比于此 王林便下定了决心 那阎伦在听到 王林话语的一瞬 突然有些后悔起来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王林声音内 蕴藏得果断 让他隐隐心惊 这 阎伦眼中露出犹豫 怎么 不敢了 若不敢就算了 这蓝伞上的神石 就莫怪王某直接抹去了 王林微微一笑 右手拿着那蓝伞 左手抬起 就要抹去其上神石 好 我与你赌 我就不信 你还能连续踏上 第七八两层 眼鸾银鸭牙一咬 王林哈哈一笑 甩袖中直奔 通往第八层的楼梯口而去 步步落下中 王林的心神 与其那冥冥中 存在的分身 有了联系 这种联系啊 无视大魂门的任何静止 甚至 无视这藏魂阁所在 无视那仙纲法则 以一种无人可以看到的方式 轰然地涌入王林体内 他双目金光一闪 七步之下 来到了那通往第八层的楼梯口 抬起脚步 向前一步迈去 严鸾 你看好了 在王林脚步落下 那阶梯的刹那 大魂门内 原本欲要散去的诸多修士 纷纷心神一阵 一个个猛地抬头 甚至就连那些闭关的老怪 也一个个神色大变 大魂门的上空虚影 原本已经消散 但此刻 却是在天地轰鸣间 一个比之前更为庞大 气势更为惊人 光芒无数倍的巨大阶梯 轰轰幻化 这阶梯啊 通往藏魂阁第八层 那阶梯上 王林的身影再一次幻化出来 那一头白发的飘动 看得所有人心神震动不已 他 他居然还要进入第八层 此事 数百年难得一见 居然让我看到了有人 要连闯七八两层 哗然之声周急 那些一个个闭关的长老 纷纷神色凝重 目不转睛地看去 此刻 在那青天风内 那青牛老祖 再也无法保持镇定盘膝 而是直接站起身子 神色变化不定 难掩心神震动 他要去第八层 提前三年进入第七层 本就已经诡异 若他真的进入了第八层 那就更是提前了三十年 这 青牛老祖 不知此事 对大魂门来说 是好是坏 但与一代老祖 推演不同 却是让他心中 有了不安 那第六层的炎鸾 他在藏魂阁内 进入不了第七层 本看不到 第七层内的变化 甚至连神识 也无法散入其上 但他修为到了 这种程度 却是自由手段 却见大魂门内 炎鸾新获得的山峰中 他的一个弟子 原本正震惊地 看着天空 却是突然身子一颤 双眼刹那迷茫后 露出了一片煞气 在这短短的一刹那 这女弟子的灵魂 被压下 被炎鸾留在这山峰上的 神石取代 成为了炎鸾的眼睛 天地八荒 一片抖动 那幻化出的巨大阶梯啊 似通往天之尽头一般 站在上面 第一层台阶的王林 如同仙神 白发飘动 看起来 有一股说不出的飘逸 他低下头 双目似扫过大地 最终 落在了炎鸾的山峰 那个被炎鸾神石 取代的女弟子身上 一望之下 那女弟子身子 漠然一颤 眼中露出 难以置信之色 在王林的目光 一望中啊 炎鸾有种 神石好似 要被轰出 这女弟子身体的错觉 似只要王林 目光再多停留片刻 他的神石 就会被生生哄开 这种感觉 他从来没有感受过 即便是青牛老祖 尽管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那种气势 却是让炎鸾 有不同的感觉 在这一刹那 在炎鸾看来 似乎王林 不再是他之前 所见的王林 这种错觉很诡异 分明是一个人 但却给了他两种 完全不同的震惊 同样震撼的 不仅是他 这大魂门内 此刻所有修饰 但凡与王林的目光 对望者 纷纷脑海轰轰 身子颤抖中 急急后退 他们全部都有那种 似灵魂要出窍 原神被轰出身体的 骇然之感 1645集 分身镇压 不分修为 最低级的弟子也好 修为高深的长老也罢 即便是那几个 走出闭关山峰的老怪 在这一瞬间 同样心神轰鸣 原神似要与身体分离 这一切 全部都是因为 王林这可怕的目光 还有那青天风 洞府内的青牛老祖 王林目光 从阎鸾身上扫过后 转头直接看向这里 这一看之下 那青牛老祖的目光 似与其对望 青牛老祖面色大变 全身漠然一颤 其身后立刻就有一团 清气弥漫 化作了其本源真身 王林的目光很快散去 可在那青牛老祖感受啊 却是心神震动 眼中露出金色 那目光啊 无情 冷漠 更有一种似天地万物 都在其脚下 需要向前膜拜之意 青牛老祖 没有去过 稻谷一脉的皇城 他没有见过 那漂浮在半空中的 巨大城池内 那几乎成天的古祖雕像 若他见过的话 那么他必定会有一种 极为熟悉的感觉 似此刻 这天空幻化的王林 唐大虚影 与那古祖 疲逼天下的气势 惊人的相似 但在细节上 却是又有不同 这 这 在他身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人 此人绝不是王林 他是谁 青牛老祖面色苍白 身子一晃 轰得一声 走出洞口 站在半空 神色极为凝重 天空中那王林 巨大的虚影 收回了看向大地的目光 闭上了双眼 那青牛老祖 不了解王林的隐秘 他不知道 此刻这出现之人 同样也是王林 只不过 那股惊人的气势 来自其分身 在王林闭上双眼的一瞬间 他的脚步抬起 神色平静 从容地迈出一步 这一步落下 天地红红 却见那巨大的阶梯虚影 更是一晃 仿若无法承受 王林这一步一样 仿佛 王林这一步 是从那遥远的虚无内传出 莫说这藏魂阁 就连这大魂门 甚至这整个天牛舟 都无法承受 这一步斑 轰宁间 王林再次迈出了一步 他脚步没有半点停顿 但也没有焦急质感 而是颇为从容 如同踏着自家的阁楼一般 慢慢地顺着阶梯走上 第三个台阶 第四个台阶 第五个台阶 在四周所有大魂门之人 沉默地凝望下 他们看到王林闭着双眼 走出了十五步 走过了十五个台阶 期间那 没有丝毫的停滞 仿佛那阶梯上的禁止 对他来说 实在是微不足道一样 这一幕 让大魂门内的弟子 一个个面色苍白 让那所有的老怪 眼露震撼 让那青牛老祖 倒吸口气 更是让那阎鸾 在那女弟子身上的神石 轰然震动 似要换散一样 他握紧了拳头 指甲伸入肉中 滴下了鲜血 天地轰鸣 闭着双眼的王林脚步抬起 走上第十六个台阶 第十七个台阶 第十八个台阶的一刹那 他的双目默然睁开 一股天地危压 从他的双眼内散出 笼罩下方大地 所有看到之人 纷纷下意识地低下头 不敢去看 那阎鸾神石所在的女弟子 更是身子颤抖 其内阎鸾之神石 仿佛要被驱散 阎鸾 我赢了 平静的声音 回旋天地 王林迈出了最后一步 踏在了第十九个台阶上 进入到了 这仓魂阁第八层 在其话语传出的刹那 阎鸾神石所在的 那个女弟子身子俱阵 其体内她的神石 骤然消散 那女弟子退后几步 眼中露出迷茫 更是在这一刹那 整个大魂门一片死尽 但很快 便有滔天的华人 轰隆响起 他成功了 连闯七八两层 这王张老竟然真的 进入到第八层了 他的目光太可怕了 我从未在任何修士身上 见过这样的目光 青天风内 青牛老祖望着天空 慢慢消失的巨大虚影 神色变化不定 露出复杂 藏魂阁中啊 第六层内的阎鸾 面色瞬间失去血色 他身子一颤 在那通往第七层的入口处 沉默不语 他手中的那个葫芦 此刻似有一股大力缭绕 要将其带走 可就在这时 那阎鸾却是阴压一咬 狠狠地一握手掌 把那葫芦大力地抓在了手中 你要反悔吗 在阎鸾握住那葫芦的刹那 王林的声音 从那第八层内 赫然传出 与此同时啊 阵阵脚步踏着台阶的声音 从阎鸾上方默然而起 却是王林 在进入第八层的一瞬 转身向着下方走来 这藏魂阁 只要有一次成功进入七八层 第二次 无论是上下 都不会于大魂门内出现天变 这一幕 外人也无法知晓 但那阎鸾呢 却是有种 似有一尊无上之先 从那第八层向他走来的错觉 嘎吱嘎吱的脚步声 在这藏魂阁内起呼 王林的双脚慢慢地走在台阶上 向着下方一步步走去 很快 他就走到了第七层 既然赌了 又要反悔 阎鸾 这赌约并非王某提出 是你自行提起 王林的声音平静 没有丝毫地搏动 从这藏魂阁第七层船下 落入阎鸾耳中 其双眼瞳孔收缩中 阎鸾看到了通往第七层的楼梯尽头 王林的脉步落下的右脚 在他这个位置 他如今只能看到这右脚 看不到王林的身子 在王林脚步落下的一刹那 这阎鸾却是有种仿若 置身在天地 面对那浩瀚的太阳一般的错觉 你确定要反悔吗 王林幻步走下台阶 声音蕴含了一股 如天威般的威严 这威严呢 似凌驾在这藏魂阁的禁止之上 似超越了仙纲法则一般 降临在这大魂门内 随着王林不断地走下 他的双腿 他的身躯 慢慢出现在了阎鸾的墓中 你确定吗 回答我 在第九个台阶上 王林一步落下 露出了完整的身体 话语平静 但却如雷霆轰鸣 使得阎鸾面色苍白 连续退出了树部 他眼中露出慌乱 在这一瞬间呢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修为 甚至有了一种在王林面前 如同蝼蚁一般的感觉 此刻的王林 在他看来 不是王林 你是谁 阎鸾双眼有了血丝 声音近乎嘶哑 王林此刻呀 就是在以其分身的气势 来镇压着阎鸾 将其心神完全震住后 在其道心内 留下一条裂缝 让其日后再遇到自己 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灵 如此一来 则此女对她日后 再无任何威胁 彼此没有深仇大恨 王林也并非是要坏她悼念 此女日后修行如常 可唯独对王林那 将会心生恐怖 不敢与其对敌 拿来 王林脚步落下 再次踏出两个台阶 右手随意地抬起 但在那严卵感觉 王林这落下的两步 却是如同轰在她的心神 让她有种似天地崩溃 完全压下的错觉 此若不按照王林的话语去 交出手中的葫芦 她就会被天地挤压而亡 颤抖中啊 阎卵眼中的光芒 似有了涣散 她无法承受 这股来自心神的威压 在这一刻 王林身上的气势 让她的心中 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 她的右手 慢慢地松开 旗内那葫芦一晃之中啊 飞向王林 落在了王林的手掌内 王林双目看似平静 可实际上却有金光闪烁 这是她第一次完全调动分身气势 第一次用来镇压对方 这股气势的强大 让她同样心惊 握住手中葫芦 王林转身 一步步顺着楼梯 向着第七层 第八层走去 她还要去选择神通工坊 直至王林离开 身影消失在了 阎鸾的墓中 那种让她恐惧的气息 才慢慢地散去 阎鸾身子一软 退后竖步 内心苦涩 神色复杂 第八层中 王林慢慢走了上来 这里地面满是灰尘 仿佛是很久 无人来临 此层不大 漂浮着九个七寸魂体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这九个魂体内 蕴含了大魂门 九种极为强悍的 道法神通 任意一个 都可以毁天灭地一般 《藏魂阁》 第八层中 王林身上的那股惊人气势 慢慢地消散隐秘起来 直至完全消失无影 回到了那茫茫的 虚无中的分身那里 分身的力量 王林不想过多地动用 每一次只需 恰到好处即可 无需过分获取 否则的话 对其分身 没有半点好处 甚至很有可能 枯萎夭折 至于借分身之力 进入第九层 这个念头 在王林脑海中 也曾存在 只是那进入 第九层的楼梯啊 王林隐隐能够感受到 其上的威压 极为强大 他并非不能上 而是代价太大 以他现在的修为 去强行上去 有些不值 衡量得势后 王林这才放弃了 进入第九层的打算 而是散去分身气势 在这第八层中 仔细地观察起来 藏魂阁中 只能选择一样神通 这一点啊 即便是王林 也无法改变 他的目光 在那九个七寸魂体上 一一扫过 这九个神通功法 所在的魂体内 王林感受到了 魂影归之术 多重幻道 还有那让他苦笑的 魂眼道 至于其他神通啊 王林并未见过 有人亲自施展 可还是一一扫过 大魂门 以魂幻神通主墓 这多重幻书啊 看似大多数核心弟子 都可以略有施展 但实际上最多 也就是三四重而已 无法发挥出 这神通的恐怖之力 一旦达到了八重幻术以上 威力惊天动地 王林的目光 在九个魂体中 第三个上面停留下来 这被他所看的魂体 正是蕴含了 多重幻术的功法 这有八重 此核久违极限 没有第九重幻术的功法 则不完整 王林眉头微微一皱 看来此核的完整版 应该是在这 藏魂阁的第九层了 王林沉吟中啊 目光看向第七个魂体 此魂体上散出的气息 与那多重幻术 所在的魂体 一样强大 这第七个魂体内 蕴藏的是那 阎鸾曾经施展过的 魂影归之术 且此术啊 在这第八层的魂体内 极为完整 王林目录思索 在这两个魂体功法上 选择起来 那第九层 我即便眼下不去 但日后必定还是要去的 毕竟九重幻术 我势在必得 如此一来 眼下倒也不必先行选择 且我有那葫芦 选择这完整的魂影归 才是如今最适合的 半上 王林眼中闪过一丝果断 他打定主意后 就不再改变 身子一步迈去 来到了那第七魂体旁边 盘膝坐下后 右手掐绝 一直飘在上空的 第七魂体 那第七魂体身子一颤 立刻幽光骤起 笼罩了整个第八层的同时 慢慢地飘落下来 漂浮在王林的天灵之上 四瞳打坐 阵阵如烟丝一般的油线 从那第七魂体内 扩散出来 顺着王林天灵 双目 双耳 鼻子 等蹊跷之孔 慢慢地钻入进去 王林神色平静 在那烟丝一般的油线 钻入体内的刹那 似有一个喃喃的声音 在其耳边低语 阵阵复杂的口诀 以一种融魂的方式 慢慢地烙印在了他的灵魂内 似成为了本能 时间慢慢流逝 王林在这第八层内 转眼 便潘息吐纳了三天 这三天中啊 他一动不动 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吸收 那第七魂体中 蕴含的魂影归之术 丝毫不知啊 此刻的大魂门内 他的身影 已然深深地烙印在了 每一个弟子心身内 几乎成为了一个传奇 连闯七八两层 这种事情 在大魂门内 尽管也有 但古往今来 确实不多 对于这个新来的王姓长老 其身份与来历 成为了大魂门内 诸多弟子猜测的话题 诸多的猜测 可是啊 却没有一个符合真相 知晓真相的几个人 也不会轻易去说 无论是樊山梦姐妹二人 还是那青牛老祖 都是如此 即便是那阎鸾 被王林在藏魂阁内 气势镇压 道心出现了 对王林的恐惧 自然也不愿去提起 有关王林的任何事情 至于那古国之休的身份 也在青牛老祖的 强力封命下 完全地被杜绝 下了封口令 三天的时间 还不足以让这众人 对王林的猜测风波熄灭 在第四天的清晨 第一缕阳光 扫过大地的时候 王林在仓魂阁第八层 睁开了双眼 其幕内 似与之前有了不同 仿若存在了 一丝丝雾气缭绕 看起来如同梦幻一样 让人与之一望 就会深深地沉静在其内 似无法自拔 魂影归 原来是这样 王林喃喃 再次闭上双眼 许久之后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浊气 身子站起 向前一步迈去 走下了阶梯 一步步走在阶梯上 王林从这 藏魂阁第八层 一路走到了第五层 第三层 直至第一层 大魂门的神通 无论是那魂眼道 还是这魂影归 都需要分化 自身一缕残魂 以此残魂 作为与天地沟通之物 借此施展一系列神通 难怪那多重幻术 我当年在洞府界 无法研究透彻 只能借那鬼脸番施展 且一旦此番不在手中 就无法继续施展此书 王林目露奇异之盟 走出了这藏魂阁 顺着呢 存在于藏魂阁外的 天地裂风 王林身子一晃 化作长虹 呼啸而出 再其离开这裂风的刹那 这青天风外的裂风 轰然闭合 青天风洞府内的青牛老祖 看着王林离去的背影 松了一口气 若王林提前了三百年 进入那第九层 他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 一代老祖推演出 这王林会在到来的第三百年 进入第九层 在其进入第九层的第九天 吕摩州的三大宗派 将会联手 灭绝我天牛州 大魂门与皈依宗的道统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 获得天牛州下 那被镇压的天牛之魂 青牛老祖沉默 神色露出担忧 他尽管提前知道了这些事情 也做到了一系列准备 但天机莫测 在王林身上 他感受到了 对于未来的不安 一代老祖 一代老祖壮立了大魂门 其身份极为神秘 即便是后人历代老祖 也无人知晓 只是有传闻 我大魂门的魂眼道之术 原本是两部 其中一部 名为道眼魂 传闻中 一代老祖是某个隐藏在 仙纲大陆的极强门派中的道通弟子 只不过在他那一代 有两个道通弟子 他二人分别传承了魂眼道 与道眼魂 这两种不同的神通之术 而后老祖因一些缘故 放弃了获得道通的资格 独自离开 来到了这刚刚被先祖 封印而成的天牛州 在这里创立了大魂门 还有传闻 青牛真人想起 这最后的一个传闻 不由得心神一颤 抬头看向远处无尽之地 那遥遥的中州所在 这最后的传闻 实际上是大魂门历代弟子 搜集了一切能得到的信息 最终整理出来 只是因为太过害人 故而说之为传闻 传闻中州皇城内 那国师上玄道一脉 所学之术 名为道眼魂 青牛真人沉默 他心中很是不安 许久之后 长叹一声 默默地打坐起来 亡灵一路飞行 在大魂门内穿梭而过 大魂门范围颇大 一眼看不到边际 只能看到那一座座冲天的山峰 但亡灵所过之处 却是从那一处处山峰内 顿时散出神石 化作神影 向着亡灵抱拳 很是友好的见过 亡灵性格一向是 别人若对他尊重 他自然也会尊重他人 一路飞来 与所有幻化身影的同门 含笑抱拳 这才回到了他的那燃烧的山峰 山峰外 凡山梦还在那里 疲惫的身子不敢离去 临近山峰 亡灵目光在那不远处的凡山梦身上一扫 神色如常 再踏入那山峰的一刹那 其声音回旋而出 进来吧 这洞府山峰还有些凌乱 你打扫一番 寻个洞府作为居所 随时听招 翻山梦低头称事 咬着银鸭 轻步走入这燃烧的山峰 被那热浪扑面 顿时汗水更多 许久才勉强可以承受 狠狠地看了远处 亡灵离去的身影一眼 翻山梦压下心中的怨气 按照亡灵的吩咐 在这山峰的几个洞府内 开始打扫起来 亡灵回到了山峰最顶处的洞府 在其内 盘膝一坐 右手抬起一番肩膀 手中出现了三个井河 这三个井河 正是那青牛老祖 送出的三样礼物 这大魂门 目前来看 对我还算不薄 倒也真的可以考虑 在这里滞留一些时间后 再去寻找师尊 且师尊那里情况 我还并未完全了解 但想来 对于我这个突然到来之日 必定有人不服 抑或着会有争端发生 如此一来 我就要再去寻找师尊前 把修为提高 修为到了亡灵这种程度 对于未来的一些危险 隐隐可以有些感应 尽管不如那些 推演天地变化者清晰 但也可以作为一种把握 它隐隐有种感觉 盗骨一脉内 似有一个自己的大劫在那里 正缓缓地凝聚出来 只要修为足够 这些一切劫难都不是问题 眼下先看看 这大魂门 那算出我会来到这里之人 给我留下了什么礼物 王林双眼一闪 目光落在了第一个井河上 这井河呀 看似很是寻常 仿若俗物一般 没有丝毫的光芒与脱沉之处 但这寻常的井河 却是可以阻止一切 神识叹入 这一点又极为不凡 井河上还有一张枯黄的纸条 似封印一般 散发出阵阵古老的气息 仿佛已经存在了太久的岁月 直至现在 从未有人打开这枯黄的风纸 望着那井河 王林目露尘眼 但很快 他就双眼一闪 右手抬起 一把撕开 那井河上被封了无数年 从未被人撕下的枯黄风纸 在那风纸被撕开的一刹那 王林清晰地感受到 从那纸条内 传出一股奇异之力 钻入自己体内 急速流转一圈后 猛地缩回 似在判断 打开这井河之人的身份一样 风纸随着撕开 在王林的手中 似在这一瞬间 走过了无数岁月 骤然化作了一片飞灰 消失在了王林的面前 唯独那井河安静地飘在那里 一动不动 王林神色凝重 在这风纸撕开的一刻 他隐隐似感受到了一股波动 从那井河内传出 这波动啊 很是隐晦 若非仔细查看 很容易忽略掉 抬起手 在那井河上一挥 立刻这井河 啪的一声打开 露出了旗内之物 那是一枚黑色的 拳头大小的石头 这石头不规则 仿若与寻常之石 没有丝毫的区别 但在其表面上 却是有无数的小口 阵阵隐晦的波动 从这石头上散出 弥漫洞幅 看着这石头 亡灵眉头一皱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物品 其神石散开 慢慢延伸至这石头上 但其神石刚已临近了 却是立刻就被这石头上 无数的小口 急速地吸收进去 亡灵不动声色 任由那石头 把自己的神石吸扯入内 慢慢地 他看到了这石头的内部 其神色立刻有了变化 这是 亡灵看到 这小小的一块石头那样 居然蕴含了无数空间 似那每一个小孔 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是一块空间石 是我为您准备的第一样礼物 刚刚从洞府界 来到仙刚大陆的您 处空间 一定会因仙刚大陆的不同 而很难打开 以这空间石毁灭其内一个空间为代价 可以让您在处空间无损中取出一样物品 但不要多 只有一次机会 否则的话 这里的空间群会不稳 从而出现崩溃 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那石头内的一处空间内 悠悠传出 这只是空间石的其中一个作用 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饲养天道 我知道您的手中有一个不完整的天道 在这里饲养 会让它慢慢完整 这就是第一份礼物 希望您可以喜欢 那苍老的声音慢慢平静下来 直至消失无影 任凭王林在这空间石内如何寻找 也找不到那声音的踪迹 王林目光一凝 神石 从给那神石上收回 盯着手中的这石头 王林目露沉思之色 他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把这石头放在一旁 目光落在了第二个锦盒上 那锦盒上的风指依旧 王林右手一挥尖 风指被卷下 化作飞灰的铜石 那锦盒啪的一声打开了 其内只有一样物品 那是一枚缭绕了雾气的预见 似这玉剪完全由雾气组成 在显露于王林目中的一刹那 雾气翻滚 诡异地蠕动着 盯着这雾气玉剪 王林皱起眉头 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 立刻那雾气玉剪飞出 落在了王林手中 在他的手碰到这玉剪的一瞬间 那苍老的声音呢 骤然浮现在王林的心神之中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第二件礼物 这枚玉剪是我一生浑眼道所化 可以为您施展一次先刚变化 为您算出一件事情 但只有一次 那声音消失 王林沉默 看着手中的玉剪 他似在其内看到了无数身影交错 似乎只要他心神一动 就可指定一个人 用此预解来推演 1647集 第八本源 这两份礼物啊 第一份上课 能让王林安全地 从储空间取出一样物品 更可以饲养天道 王林虽说动心 但却并非必须要获得 但这第二份礼物啊 却是迥然不同 比之第一份 要贵重数倍不止 若那声音所说为真 可以用这枚玉剪 推演一次自己 或者别人的过去未来变化 这对王林来说 是极为难得之事 甚至关键时刻 这枚玉剪足以保命 看着那玉剪 王林内心怦然心动 许久收回目光 看向了那第三个锦盒 第一个本就珍贵 第二个更是远远超出前者 不知这第三个又是何物呢 王林把玉剪放在一旁 右手抬起 向着那第三个锦盒一抓 立刻这锦盒急速飞来 落在他的手中 锦盒上的风指烟消云散 甚至连同的锦盒 都仿佛腐朽一般 在王林的手中 化作飞灰散落下来 露出了旗内 一个指甲盖大小 晶莹剔透的水滴 这水滴那样 似有无数雾气缭绕 幻化出夺目的光芒 可以摄取心神一般 让人看到后 就会迷失在那水滴的世界中 一股浓浓的水本源的气息 从这水滴内骤然扩散 笼罩整个洞府的同时 更是弥漫了这燃烧的山峰 此山峰的火海 被这水本源的气息一冲 竟然有了要熄灭的迹象 再看到这水滴的一刹那 王林立刻动容 他双眼瞳孔收缩 盯着那水滴 内袭掀起了大浪 这第三样物品 对王林来说 其需求的程度 远远超过了之前两样 这正是王林梦寐以求之物 他的水本源 在五行星上小成 但始终再无进展 无法达到圆满的程度 如此一来 修为始终停滞在空灵后起 无法继续攀升 即便是火本源真身凝聚 也依旧无法提高王林的境界 只是让其神通更利而已 我已经有了七个本源 若这水本源能大成 立刻就会达到八个 修为达到空灵大圆满 若是再能得到一个本源 立刻便有九大本源 届时久久运转 修为轰开空灵 成为空旋修士 且那个时候我即便是空旋修为 但凭着本源足以与空节初期一战 不会像如今这样 需大神通才可一战 甚至在空旋后期时 度那九次旋节 不需多次 一次就可以连续度过九次 成为空节修士 王林明白 自己修炼的道路 依然与别人完全不同 自己没有相望 所需全部都是感悟 以及掠夺天地之物 以这样的方法 在拥有九道本源 进入空旋境界后 也与旁人大不一样 可以说呀 王林修到的一切关键 都在本源这里 但本源说来简单 可实际上获得 且让其大成圆满 却是极为艰难 如今看到这滴 水本源水滴 王林不由地深吸口气 他这一生 这并非第一次 获得水本源水滴 而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那 诡异的天韵子手中 给了王林同样一个水滴 正是这水滴 加上在五行星的一番造化 才让王林的水本源小成 但眼下他手中的这滴水 却是远远超过了 天韵子送出之物 二者根本就无法比较 如同号月与萤火之差 这一滴水本源之夜 是我为您准备的 第三样礼物 此物是我炼化天河洲 九十九条河流凝聚 更是从多个水本源的 修饰体内 瘟养过后被我抽出 您吸收之后 不知会不会让水本源大成 但想来即便没有圆满 也是只差一丝 三样礼物 希望您能喜欢 希望可以在接受后 庇护我大魂门一脉 让我的后人 能重回中州 王林目光一闪 在心神内 那苍老的话语消散后 一把握住那水滴 此物对他太过重了 握着那水本源之夜 王林神石轰然涌入其内 仔细地搜寻了一番 确定其内没有端倪后 双眼露出金光 抬头看着洞府上方 其目光似穿透 落在天空 若王某日后 有庇护大魂门的能力 会做到 随着王林话语传出 大魂门外的天空 似有一道雷霆 轰轰而起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鸣 在这轰鸣下 无数修士被惊醒 尤其是那 青天风内的青牛老祖 更是猛地起身 双眼瞳孔收缩 心神一阵中 呆呆地望着天空 轰轰而过的雷霆 你带老祖 在那轰鸣雷霆中 王林所在的山峰洞府中 他左手抬起 掐绝 莫然一指 立刻一股强悍的威压 从他身体内扩散出来 直接笼罩山峰 本元真身 为我护访 王林的声音 在这大魂门内回荡 其右手掐绝下 却见着山峰火焰 滔滔而起 全部凝聚在了他的洞府外 化作了本元真身 潘膝坐在外面 与此同时 翻山梦那里 目光一闪 看了一眼山峰顶部 此刻被火焰凝聚的地方 不知起了什么心思 王林自然不会忽略的 这翻山梦 他敢把此女要来 自然有克制她的手段 此刻闭关之际 他右手抬起 一把抓住那空间石 王林的储物空间那样 有太多的物品 他想要拿出来 但此刻 无损储物空间的机会 只有一次 王林目光一闪 内心已然有了判断 眼下对他来说呀 一个修为无限 接近空节初期的傀儡 才是最有作用之物 那祸自古之墓地 深处的以思之魁 浮现在了王林的心神之中 他不假思索 再没有什么犹豫 抓着那空间石的刹那 神石涌入其内 骤然在那空间石中 打开了他的储物空间 在其储物空间 被打开的一刹那 这空间石立刻颤抖 其内一个空间 取代了王林的储物空间 轰然崩溃 在其崩溃的瞬息 一股滔天煞气 从王林储物空间内 骤然冲出 幽光一闪间 王林的身旁 多了一个四肢在地 舌头星红 露出老长的猙獰身影 正是那看起来干瘦的 如同猴子一般的 以丝之魁 阵阵嘶吼 与凶煞的气息 从这以丝之魁身上 散发出来 他红着双眼 在出现后 死死地盯着王林 吼声中 慢慢似想起了 王林的身份 目中凶光 才略有消散 以丝 为我护法 王林冷冷地看了眼 那凶残猙獰的 煞气深夜 缓缓开口 以丝双眼凶光再浓 猛地转身 盯着洞府大门的方向 低喉强 星红的舌头 拖在地上 不断地扭曲 看起来触目惊心 此刻 若有任何人 踏入这洞府 立刻就会受到 这以丝的疯狂攻击 王林还不放心 他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手臂上 那文王如墨般的图腾 在他看去的一瞬 那如墨般的文兽图腾 其双眼 骤然露出一丝寒光 似与王林对望 文兽 是王林闭关中 为自己准备的 最后一道防护 至此 王林才略有放心 潘西坐在洞府中 看着手中的那水滴 目露激动 他深吸口气 拿着那水滴瞬间 按在了眉心之中 在那水滴 进入王林眉心的瞬间 王林全身血液 轰然沸腾起来 他身体内 隐藏的那滴水本源之液 立刻与这新进入的 水滴融合 形成了一股惊人的变化 在这变化中 王林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地干枯下去 似他体内的一切水分 与血液 在这一瞬间 凝聚在了一起 他的身体 急速枯萎 仅仅是半炷香的时间 王林就如同 变成了一具 骷髅骸骨 头发干枯 全身皮肤 满是皱纹 如同死亡了 多年的干尸 在他的身体内 那凝聚在一起的 水本源水滴 吸收了王林 全身的水分与血液 晶莹不断 可却被隐藏在身体中 外面无法看到 水本源的凝聚 与吸收 就是这样 看起来极为恐怖 因修饰的身体内 自然而然的 就存在了水 甚至血液 也是水的一部分 在凝聚这水本源的瞬间 身体自然会受到牵引 这才会出现 这如同干尸的一幕 时间慢慢流逝 转眼便是七天 这七天中 王林盘膝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如同真的死亡一样 若非是他的气息 不但没有消散 反而越来越旺盛 怕是任谁都会觉得 王林出了变故 两天后 洞府内的王林呢 其干枯的身子 突然一震 双眼默然睁开 其目内一片浑浊 似就连眼睛内的水分 也都消失了一样 三 水本源 沙哑的声音 从王林口中传出 他甘哭乳苦地双手 抬起 漠然掐绝 在其掐绝的一瞬间 王林枯萎的身体内 那水本源水滴 似乎凝聚到了极限 骤然爆发 王林身子颤抖中 好似焕发了青春一样 急剧地恢复起来 这种恢复的速度 刹那就完成 此刻的王林 再不是那干枯的样子 而是皮肤晶莹剔透 身体内外似有一光流转 这样的状态 保持了九天 这九天中 王林身体内 那融合在一起的水滴 急速地旋转 其大小 明显比两个九天前 要缩小了一些 似乎这两个九天 一宁一散中 为一个循环 如今第一个循环过去 立刻开始了第二个循环 王林闭关的第十九天 他的身体 再次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急速地枯萎 刹那 化作干湿 其体内的水滴 光芒闪烁不断 如此周而复始 很快 王林的身体 在这干枯与宝盒中 度过了七次循环 这七次循环 过后 他身体内的水滴 已然只剩下 不足之前的两成大小 时间 已然过去了数月 数月的闭关 王林对于外面 大魂门的一切事情 置若望闻 全心全意地 沉浸在这吸收 水本源的过程中 他明白 这一次的吸收 一旦若能让水本源 大成圆满 那么他的修为 就会立刻增加 且这水本源 是石之本源的一种 在王林的体内 同样存在 如那火本源一样的问题 意志地融合 与吞噬 只不过王林的水本源 之前只是小城 故而在融合这 鲜钢大陆的水本源时 排斥之力 不会太大 可以被他承受 时间再次流逝 转眼又是十八天 此刻王林的身体 在那枯萎与宝盒中 已经度过了八次循环 八次循环后 王林体内 那水本源水滴 已然极为稀少 甚至若不仔细看 都无法看清一样 在王林这持续的闭关中 他的本源真身 在洞府外 严密地护防 洞府内 更有那乙丝之魁存在 守护一切 那乙丝之魁 许久不沾鲜血 此刻 已然暴躁 在这洞府内 不断地低合 使而回头看向王林 也是带着凶光 只不过在他的意识内 王林是其主人 这个念头 虽说并不深刻 但依旧 还是有一些作用 使得他多次 忍住吞血的冲动 一千六百四十八集 此物是被王林召出 尽管凶煞滔天 但王林的意志 确实还可以起到作用 只要不是时间太长 不会出现问题 且随着王林修为的提高 这股意志会越加强烈 足以操控这凶残之魁 更不用说 因他的分身 神石内蕴含的那一缕气息 外人很难察觉 但以私确实可以 樊山梦同样在这山峰内 他观察王林闭关的地方 已经很久 如今呢 已过数月 他内心存在的念头 更加地强烈起来 使得其从洞府内走出 慢慢地走向那山峰顶部 距离百丈的范围 樊山梦身子停顿下来 看着王林洞府外 那由火组成的本源真身 他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他并非是胆大到 要去趁王林闭关出手 而是准备近距离的观察 想办法看出一些端倫 以便完成其师尊的命令 慢慢地磕死王林 但就在他在那百丈外 身子停顿的瞬间 却见洞府外 王林的本源真身 突然睁开双眼 扫了樊山梦一眼 被那本源真身目光凝望 如同被王林亲自看去 樊山梦心神一颤 连忙低头 正要后退 但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惊人的嘶吼 从那洞府中咆哮回旋 一片浓黑的雾气 轰轰冲出洞府 幻化在了天地之间 那雾气那样 露出了一双胸残的双目 更有一条星红的舌头 垂下雾气外 扭曲摇摆 看起来触目惊心 这雾气那样 正是以思 他已经憋了数月 不见鲜血 暴躁中啊 好不容易察觉到 有人接近这洞府 立刻嘶吼冲出 在半空中 看到樊山梦后啊 这以思双眼 露出嗜血残忍 仰天嘶吼间 直奔 樊山梦而去 樊山梦的修为 达到了玄节 第七次的程度 已然颇为不俗 但在那以思的目光下 却是心神一阵 再加上对于亡灵的忌惮 使得这樊山梦 不假思索 立刻后退 但他的速度啊 明显不如那以思 死魁 嘶吼 直奔樊山梦而去 刹那临近 那巨大的舌头一甩 就卷向樊山梦 更是黑雾笼罩 把那樊山梦的 退路封锁 轰鸣不断 阵阵巨响 回荡天地 大魂门内之人啊 大都接到来自老祖的封面 禁止靠近亡灵所在的山峰 此刻纷纷察觉一变 宁神看去 阎鸣正在盘膝打坐 此刻默然睁开双眼 神色一变 他几乎忘记了自己 曾派出樊山梦 去克死亡灵 此刻眼中露出一丝忌惮 其身疑惑 直奔那亡灵所在山峰而去 亡灵所在的洞府内 潭溪中的亡灵正在进行那第九次循环 也是最后一次 一旦这一次成功 他水本源就会圆满 修为可以提高 但他体内那水本源的水滴 却是在他身子急速枯萎 如同干湿的一刹那 完全地耗飞了 半点不存 亡灵猛地睁开双眼 其墓内露出一丝惊光 水本源 不够我完成最后一次循环 还差一些 我需要大量的水 黄灵此刻的样子 颇为恐怖 干枯的身体 如同一具骸骨 看起来很是惊人 他沉默中啊 忽然抬头 察觉到了洞府外的轰鸣 与那阎鸾来临的气息 伊斯 回来 在那阎鸾临近 其樊山梦 与以丝轰鸣的雾气的瞬间呢 王灵的声音 从洞府内 骤然而起 与此同时 王灵身影一晃 直接走出了洞府 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其干枯的身子 恐怖的样子 立刻被那阎鸾看到 化作一声惊呼 你 阎鸾双眼瞳孔收缩 此刻王灵的外表 太过恐怖 干枯的身子 完全没有半点血色 似乎就算是用剑 破开一道伤口 也不会有半点血液流出似的 他的头发 更是干燥的 几乎要掉下的样子 且王灵这枯萎的身体内 此刻没有半点水分 若非是其 如今强悍的元神 依旧存在 则与死人无异 那一袭白衣在身 很是宽松 如同裹着的尸体一样 此刻的王灵 身体内散出的恐怖感觉 让那阎鸾连续退后竖步 还有那与以私斗法的翻身梦 在后退中 看清了王灵后啊 顿时倒吸口冷气 眼中露出骇人 你在修炼什么功法 怎么会弄成如此样子 在王灵之前 沙哑的声音回旋中 以丝化作一片黑雾 回到了王灵身旁 那雾气中凶残的双眼 星红垂下扭曲的舌头 与此刻王灵的外表相称 使得王灵如同是一个天地魔修之煞 炎鸾 王某闭关 你来所谓何事 如同干尸的王灵呢 其失去了所有水分 似死亡的双目 就连瞳孔也都无法转动 只能转头 以此看向那炎鸾 但他这样的动作 不但没有减少其气势 反而平添了一股可怕的危殃 使得那炎鸾心神一颤 再次退后几步 王长老闭关 炎鸾无意打扰 只是这 樊山梦被王长老这奇异的傀儡攻击 炎鸾只为营救 此女是我的女士 不须炎鸾长老代劳 王灵微微一笑 只是其笑容 在那干枯的面孔中啊 显露出了一股猙獰的味道 樊山梦身子颤抖 后退到了其师尊的旁边 此事 眼下不挤 炎鸾长老 王某有一事闻讯 还望告知 王灵转头 以其恐怖的双眼 看了那樊山梦一眼后 向着炎鸾沙哑开口 不知王长老 何事须问 炎鸾神色颇为凝重 对于王灵呢 他已然从心底产生畏惧 这天牛舟 王某不熟悉 你可知什么地方 有大量的水 最好是一片大海 王灵的声音呢 如同两块骨头 在摩擦一样 缓缓说道 水 他不是在修炼功法 而是在吸收水本源 炎鸾目光一宁 看出了问题所在 深吸口气 沉吟半闪后 轻声开口 天牛舟与绿魔舟的交界处 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内陆海 距离此地 约有九个月的路程 怎么走 王灵眼中露出一丝忧光 炎鸾没有犹豫 右手抬起一番之下 立刻便有一枚玉剑出现 被他捏在手中 神石融入进去 烙印了一份 去往那内陆海的地图 一帅间 这玉剑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王灵 被王灵拿在手里 宁神一扫后 向着炎鸾点了点头 炎鸾长老 多谢 说着呀 王灵大袖一甩 看都不看那樊山梦一眼 整个人化作一片雾气 直奔天空尽头 那乙丝之魁身子一晃 紧随王灵身后 与那雾气融合间 被王灵收起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那下方山峰洞府外的 王灵火本源真身 默然抬头 其墓内火光一闪 起身以极快的速度 跟随在王灵身后 消失在了天地远处 直至王灵离开 那樊山梦才松了口气 方才的王灵呢 带给他的恐惧 极为浓厚 很难忘记 炎鸾站在那里 沉默了很久 暗叹一声 他没有在那遇见那作家 所说所给 全部是真 此刻 没有理会樊山梦 转身向着自己的 山峰洞府飞回 再说王灵 离开了这大魂门后 在天空那脚步向前一迈 立刻脚下波纹回荡 其身刹那消失 与天地融合后 不见踪影 大魂门十万里外 一片天牛洲 很罕见的草原之上 天空中波纹扩散 王灵身影幻化出来 他的样子依旧干枯如实 低头看了一眼下方的大地 这里草原无尽 地地深处还存在了诸多的洞府 显然是有不少散修在这里居住 之所以这么多散修选择这里 是因为此地青草弥漫 透出阵阵仙气 尽管比不上一些山川 可却也不弱 几天草原 按照那阎鸾玉解内的地图所画 来到这几天草原后 再有六个月的路程 就可以去往那绿摩州连接的内陆海 王灵沉吟中身子向前一晃而出 化作长虹呼啸远去 所地成寸融入天地之树 在这仙岗大陆上 王灵即便借分身之力名义 但却同样无法连续不断大范围施展 除非是距离不远 如之前从天山离去测室那般 否则的话 像现在这样的大范围挪椅 一下子走过近三个月的路程 王灵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他此刻飞行中 右手抬起 顿时一股嘶吼 从他手腕上的文王水墨图腾上 传了出来 却见那文王如墨画一般幻化 拖起王灵的身子 雀跃的思鸣中 以极快的速度直奔远出 王灵潘西坐在那文兽身上 闭目凝身 他此刻的状态 尽管处于修为的最巅峰 且神识强大 元神饱满 但肉身的样子 却依然还是一处隐患 必须要尽快吸收大量的水本源 完成那第九次循环采禾 文兽前行中 在这大草原上呼啸 引起了此地诸多神识的散除凝望 其中不少在看到王灵与文兽后 都很快收回 没有理会 但同样也还是有一些神识 紧随王灵身后 似有些其他的想法一般 草原无尽 三天的时间 王灵的文兽飞出了很远 身后跟随的神识 也消散了大半 只是却有三股 如水入骨一般 紧跟不断 这三股神识啊 其二为空旋中期 还有一人则只是空灵后期的样子 他们三人神识跟随 这一路上也打消了不少其他人的窥探 七天后 在这片草原 隐隐可以看到其尽头的时候 王灵感觉到自己的缩地成寸之术 依然可以再次施展第二次大范围的挪移 至于身后那三道神识 王灵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此刻身子从文兽背上站起 但就在这时 一个阴沉的声音 从其后方悠悠传来 前方那位魔修道友 来到我极天草原 就这么轻易地离去了 哼 你他废话干什么 一路追来 等的就是看看 他到底是路过这里 还是在这极天草原 有通道之友 现在看来 他只是路过 这样的话 留下你的飞行凶兽 老夫饶你不死 又有一个声音 骤然而起 带着一股霸道 似在其面前那 不容王灵质疑与拒绝 否则下场必定凄惨 话语传来中 在王灵身后的天地间 却见天地一片扭曲 一只黑色的大手 突然从天而降 身下云层 直奔王灵一把抓来 狂风呼啸 阵阵轰鸣回荡 这大手仿若 蕴藏了极强的力量 距离王灵越来越近 1649集 惊变 王灵转过身 他本不愿招惹一些 没必要的麻烦 但此刻 既然被人盯上 则大为不同 转身之中 王灵眼中幽光一闪 其干枯的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猛的一丝 一道巨大的裂缝 豁然而出 似要吞噬一切 似天地在这裂缝内外 彻底被撕开分离 直奔了手臂而去 这一丝之下 轰鸣骤然而起 天地色变 却见在王灵的身后 一个巨大的倒骨手臂 幻化 随着王灵的动作 轰然似天 轰轰之声 惊天动地 那从天而降 抓向王灵的黑色手臂 立刻就与那裂缝 碰到一起 直接崩溃 被声声撕开 三声蒙哼传出 那黑色的手臂 在崩溃中 旗内三个身影倒卷 连连退后 化作了三人 骇然地看向王灵 显然被王灵方才 那一丝之力 琐化神通震撼 他不是空灵修为 如此强悍的肉身之力 此人 此人足以堪比 谷国之休 三人神色变化 此刻 被那冲击的余波 临身推动退后肩囊 却是不假思索 分了三个不同的方向 在急速逃遁 王灵神色平静 他既然出手了 就绝不会轻易罢休 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 向前默然一挥 一声嘀吼 惊天而起 那以丝之魁幻化 双目露出 带着兴奋的残忍 直奔远处一人 瞬间追上 黑雾笼罩此人 凄厉的惨叫回旋 慢慢消散 紧接着 王灵身下的文王 更是仰天嘶吼 瞬息而去 冲向另外那空灵后期的修士 奇速之快 转眼就临近此人 还没等那人反应过来 文王那巨大的口气 已然刺入其身体内 猛地一息 在此人要反抗的一瞬间 远处的王灵 右手抬起 随意一指 一指之下 这修士立刻身子 完全停顿 被钉在了那里 眼睁睁地 看着死亡临近 至于王灵 则是身子一晃 离开了文王被捕 看着那远处逃顿的第三人 其身后本源真身 化作一片火海 直接冲出 似燃烧天地一般 化作一张大口 向着那第三人吞噬而去 这一幕极为惊人 那天地连接的火焰大口 似吞噬一切 瞬息临近 一口吞了第三人的刹那 这第三人身体上 骤然爆发出一片翠绿的光芒 似要抵抗那火焰大口的吞入 师尊 救我 在其话语传出的同时 大地草原轰然一阵 一个闷闷的声音 从这大地内回旋而起 住手 在这一声住手传来的同时 这草原大地 泥土轰鸣间 一直由泥土组成的拳头 从地面高高鼓起 向着王林一拳轰来 王林神色如成 但干枯的双目内 却是寒光一闪 枯萎的右手握拳 在那泥土拳头来临的一刹那 直接一拳轰出 轰得一声巨响 王林身子一动不动 但那泥土拳头 却是似被一股大力冲击 直接崩溃 其内传出一声骇然的惊呼 一道土黄色的身影 从地底换化 没有丝毫犹豫 向着草原深处一步迈去 身影融入大地 急速顿走 远远一看了 只是大地青草摇摆 把此人身影隐藏在内 与此同时 那在火焰大口内 以身体外的翠绿光芒 挣扎的第三人 立刻发出凄厉的惨叫 很快便戛然而止 火焰大口 一口将其完全吞噬 那滔天火海卷动之下 形成一个火焰风暴 其内走出 王林本源真身的身影 想走 王林眼中寒光闪烁 看着以土盾之术 急速要去的身影所在大地 身子一步迈去 轰的一声就落在了大地上 本不愿再开杀戒 是你们找死 王林冷哼中 干枯的双手 默然抬起 并未追击 而是双手直接向着大地 狠狠地一案 这一案之下 似有一股地气 从王林身下爆发出来 使得他的头发飘散中了 双手 素按的大地青草 立刻急速枯萎 一丝丝草木水分急速被 王林这干枯的双手吸收 这种吸收啊 速度极快 刹那间 以王林为中心 它四周的青草 大片大片的枯萎 一丝丝水气弥漫 直奔其双臂而来 尤其是王林的前方 草地枯萎速度 更是快的惊人 若是在天空上 向下看去 可以看到 这惊天的一幕 却将王林前方的草原 急速枯萎 一片片死亡 水气涌入其全身 那枯萎的速度 如同追击 死死地锁定 那土盾逃走之人 那泥土中的修士 此刻心神俱阵 疯狂地逃顿 他清晰地感受到 身后那股死亡之气的恐怖 若是那气息碰到了自己 自己必定死亡 陶盾中 其身后的草地枯萎更快 更是有几处距离这里不远的洞府 隐隐似要受到波及一板 却是那陶盾中的修士 咬牙之下 直奔那几个洞府急速而去 该死他 此人怎么会这么强 但他毕竟是义人 在这极天草原 他若是犯了众怒 也一定会死 这土盾逃走之人 速度极快 直奔那几个洞府 在他的身后 草地枯萎急速迷茫而来 树西后 就在这陶盾的修士 临近那几个洞府 眼中露出寒意的瞬间 突然 从最近的一处洞府内 骤然爆发出一股 强悍的气息 紧接着 一个仓发老者 从那隐藏在地底的洞府中 一步走出 在其出现的瞬间 一股空节初期的修为 骤然散出 那老者没有半点犹豫 一步直奔那 陶盾之人而去 右手抬起 猛地向前 狠狠一挥 轰鸣滔天 一股气浪 在这大地 轰轰而起 震动那陶盾的修士 使得其身子 一顿之下 急速倒卷 我回去 那陶盾的修士 喷出鲜血 身子从大地内 轰然爆出 但就在其身体 离开着地面的一刹那 枯萎的草原 如同一张大口 呼啸临近 碰到了他的身体 在这一瞬间 这修士发出 凄厉的惨叫 身体急速枯萎 转眼就失去了 一切水分与血液 肉身死亡 其原神飞出 但却被黑气缭绕 急速地消散 正要继续逃走 却被那乙丝之魁 追上了 宁笑中 将其笼罩在黑雾内 惨叫再起 慢慢消散 这位道友 老夫佐奏 此人招惹你在先 如今已经身亡 还请消散了这道法 这里是整个天牛州 地表最低的地方 不容有失 莫要毁掉 极田草原散修的 根基大地 那苍发老者 身子晃化在了半空 遥遥看向远处的 王林抱拳开口 在其话语回荡的同时 地面的青草 已然不再枯萎 阵阵水气缭绕 直奔王林的身体 但这点水分 甚至就算是加上 那修饰的全身精华 也不足以让王林 完成第九次循环 此刻 按在大地上的双手 慢慢抬起 王林看了一眼 远处那老者 又看了一眼 这几天草原 干枯的双目内 闪过一丝沉思 此地散修 大都居住在地底深处 这里有古怪 地表最低的地方 或者可以说 这里是这天牛洲内 最接近地心所在 沉吟中 王林没有说话 而是扫了那 苍发老者一眼后 转身向着天空 一步迈去 以思之魁 似被王林心神召唤 与那文王 一同化作两道长虹 回到了王林身边 在王林袖子一甩肩 消失无影 被他收走 脉步中 王林脚下 波纹回荡 其身一步落下 与天地融合 缩地成寸 刹那无影 离开了 这几天草原 直至王林离去后 那苍发老者 才内心松了口气 大地上陆续有身影 幻化出来 十多人 一同默默地 看着王林离去的背影 还是左前辈 行事果断 此人不是我等 可以招惹 他那傀儡极强 还有那凶兽 也是颇为诡异 其自身更是强悍 这样的人 绝非无门无派 不错 此人杀法果断 连杀那黑山道 师徒四人 手段狠辣 且看他样子 分明是个魔朽 黑山道 师徒四人 咎由自取 跟随对方多日 死了也就死了 此时就此先过 各位道友 散了吧 那苍发老者 沉申开口 转身一晃 踏入大地离去 再说亡灵 第二次施展 缩地成村 出现之时 大地一片山巒弥漫 按照阎巒预检的地图 从这里向东 再有三个月的路程 就可以去往 与绿摩州交界的内陆海 天牛州 实在太大 亡灵身影幻化出来 召唤了文兽 坐在旗背上 直奔东方而去 一路文兽速度颇快 再加上此地啊 依然属于临近了 与绿摩州的边界 修士不多 只有一处处凡人的城池 时而可见 对于绿摩州啊 王林了解不多 但在那康人的记忆内 对于绿摩州 却很是恐惧 似只要是绿摩州走出的修士 都是可怕之人 十天的时间 一晃而过 十天中 王林也遇到了一些修士 但彼此没有任何交集 往往彼此交错而过 即便是有神石缭绕而来 在看清了王林的样子后啊 也犹豫中离去 十天后 王林施展了第三次 缩地成村 身影消失在了 这大片的山巒之间 东州很大 其内天牛州 与绿摩州接壤 只是其中大片的连接之地 是一个叫做 丹海的内陆海 传闻此海 最早的形成 是一颗从天落下的丹药 炸开后锁化 只不过这个传闻啊 太过虚幻 无法想象 到底是什么样的丹药 可以化作一片大海 慢慢地 也就无人相信 只是传闻 却是在岁月中留下 被一代的修士所说 当海上 一望无尽 海水卷动 尽管是内陆海 但在那狂风中 依旧大浪滔滔而动 因为这里是绿摩州 与天牛州 共同拥有的地方 故而修士之间的势力 较为混乱 整个天空 被一片沉甸甸的云雾笼罩 此刻又雷霆闪烁 雨水花花落下 与海水融合 在那云层下 在那雨水倾盆中 天空内出现了一圈圈波纹 波纹的身处 亡灵身影 幻化处 向前走出一步 站在了那海天之间 望着下方的海水 亡灵干枯的双目内 绽放出夺目的光芒 他的水本源循环 只差这半次 所缺的水本源并不多 一丝即可 但短短的时间内 他能想到的方法 只有在这无尽的大海内 去凝聚出来 至于最终能否凝聚 一切都是未知 沉默中 亡灵身子慢慢落在海面 直接下沉 深入海底 不断地落下中央 起诉越来越快 最终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亡灵的下方 出现了大地 一千六百五十几 绿魔之羞 四周弥漫了诸多各种颜色的 珊瑚与海草 还有无数的海中 鱼虾游走 亡灵慢慢地 坐在那海草之中 闭上眼 双手缓缓放在膝盖上 漠然掐掘 在其掐掘的一刹那 他所在四周的海水 突然一震 似有无形波纹回荡 向着八方 摇摇地传递出去 谁本渊 您 汪灵难难 在其话语传出的瞬间 这无尽范围的当海 立刻怒浪卷动 滔天齐齐云涌 轰轰之声 不断地回旋于天地间 向着八方 轰隆隆地 远远传出 亡灵身体 在这一刹那 没有丝毫的气息 显露出来 他整个人 与这大海 似在这一刻 融合在了一起 不分彼此 仿佛他就是 这海水的一部分 在这海水震动 海面如沸腾的一刻 原本应该引起 当海内存在的 大量的 两周散修的注意 但此刻 却是这整个 当海内 正进行着一场 腥风血雨 几乎无人再去理会 这当海的咆哮 整个当海 被一层 无形的禁止笼罩 这禁止极为玄妙 即便是亡灵 在进入之时 也没有丝毫的察觉 唯独此刻 在吸收着 大海凝聚水本源之时 才略有察觉 这层禁止 可以进入 但却不允许出去 等于是把这当海 完全地封印一般 王林吸收着 大海水本源之时 在这当海内 诸多的威势 隐隐传来 一声声 凄厉的惨叫 却见那一个个 天牛舟的散修 被一群群 穿着绿色道袍 身体外 往往环绕 绿色鬼火的修士 疯狂地屠杀 这样的修士 此刻在这当海内 数量极为庞大 一座座 在这大海深处的洞府 被那一群群 绿衣修士轰开 无情地杀戮起来 若是有逃遁者 立刻执行杀戮的 那群绿衣修士领头者 就会派出几人追击 不死不休 且因这整个 当海被封印 再加上绿衣修士 数量太多 很难逃走 杀戮之声 在这当海的咆哮下 若隐若现 阵阵血腥的气息 慢慢引起了 这大海内的 无数凶兽 云涌而来 这是一场屠杀 一场实力 根本就不对等的杀戮 那一群群绿衣修士 一个个修为高深 严格地执行着 赋予他们的命令 剿灭这当海内 一切天牛舟之休 在这大海的另一个方向 接近绿魔舟那里 有三杆大旗插入海中 迎风 云霄卷洞 在这三杆大旗下 站着约数千修士 这数千修士一个个沉默 冷冷地看着前方 在这数千修士的正中间 有三个衣着 并非绿色 而是统一白色的修士 这三人中啊 两男一女 看起来年纪不大 只有三寻左右 其中那女子 相貌很是秀美 此刻低着头 在其面前 有一个巴掌大小的轮盘 被其拖在掌心 宁神看去 秦师兄 赵师妹 这当海的杀戮 已经用去了七天的时间 若是再不加快 恐怕无法完成 老祖等人的命令了 三人中啊 一个面白如玉的青年 望着前方的海面 悠悠开口 哼 最多再有四天 定会结束这里的杀戮 完全地把这当海内的 所有天牛州之羞 尽数图光 在这青年旁边 另另外一个男子 此人相貌平凡 但双眼内 却是时而露出 毒辣之盲 听闻那面白如玉的 青年话语后 缓缓说道 这丹海 使我绿魔州 进入天牛州的门户 存在了不少强者 短时间 很难没有遗漏 不过如前师兄所说 再有四天的时间 应可足够 那女子微微一笑 抬头中啊 左手把额前的发丝 捋在耳后 两位师兄 且看这丹海轮盘 那女子说着 其右手掌心内的 罗盘 立刻散发出 阵阵幽光 却见其内 慢慢变化出 整个当海的 轮廓地图 在那地图内 有数千绿色的光点 这光点 弥漫了整个 当海地图内 似缓缓地移动着 除了这些 绿色的光点外 地图内 还存在了 大量的白色光点 那一个个 白色光点 如同烛火 似随时可以熄灭的样子 就这么说话的功夫 便有数百个 白色的光点 被那绿色吞噬 消失在了地图内 这白色的光点 大小并非一致 其中有三个光点 远远超过其他 似存在了 刺目的光芒 丹海内天牛州 修为最强的三个 散修 这三人修为 已达到了空节中期 这三人 老祖已经派出了 绿魔使者 去击杀 不足为虑 那女子平静地开口 除了那三个 最大的光点外 在这地图内的 白色光点中 还有不到 十个光点略小 但同样 远远超出了其他 这些光点外 弥漫了诸多 绿色光点 似正展开 激烈的厮杀斗法 除了那三个 散修外 还有这九个 修为略有逊色 处于玄节 七八次之中的修士 他们 是我们三人的目标 只要把他们灭杀 丹海内的 其余人不足为虑 有此物 四天足以死亡 那女子倾孝忠 左手抬起 轻轻一番御手 在其手中 立刻出现了一滴 黑色的液体 这黑色的液体 晶莹剔透 散发出诡异的幽光 阵阵精纯的水本源气息 从这液体内散出 颇为浓郁 有这独魔宗的质保 万进化物业 两位师兄认为 丹海中 这些天牛舟的修士 还有存活的机会吗 那女子抬头 看着另外两个青年 那也不能大意 这一次我们三宗联合 不能出现意外 也不能让天牛舟 有所察觉 三位老祖 已经展开神通 干扰天地变化 让人很难算出端倪 扑进当海内天牛舟修士 把这当海炼化 还原成的半粒仙丹 就可以用这半粒仙丹 炸开天牛舟的 无形避障 那面白如玉的青年那 微微一笑 缓缓开口 三人此刻都没有看到 在这女子手中的 罗盘地图上 接近天牛舟的 大片海域之中 有一个很是寻常的白点 一动不动地 存在于那里 那颇为平凡的白点 正是王林所在 在那白点旁 时而有绿色的光点 缓缓过去 但却丝毫没有察觉一般 王林平静地盘膝 坐在那大海深处 她的身体 已然与海水融合 正在不断地 去凝聚这海水 进入身体内 慢慢地压缩成水本源 用来滋养自身的身体 但水本源很难 从这海水内压缩出来 除非可以把整个海水 全部凝聚成为一滴 或许可以做到 但无论怎样 王林都要去尝试 她的神识啊 也在与海水融合中 察觉到了 这整个当海的杀鸡四伏 与那阵阵凄厉的惨叫 整个当海 沉浸在这无尽杀戮之中 时间慢慢过去 转眼便是一天 这一天中 在王林的上方 有超过几十群 律衣修士呼啸而过 但却没有注意到 在那下方的 大量的海草珊瑚内 有王林的存在 一天的时间 磅礴地当海 下沉了十丈的距离 这十丈的海水 似凭空消失了一样 慢慢引起了 许多人的注意 只不过此刻 处于这杀戮中 即便是注意了 也大都不会太过在意 那绿摩州方向的海面上 三杆冲天大旗下的三人 便是如此 东北方 距离此地三十九万里 一组绿摩位 去 那相貌秀美的女子 看着手中罗盘 开口中 顿时其身体外 便有几十个修士 身子一晃 直奔前方呼啸 他们身子融入水中 刹那 消失无影 他们无法做到缩地成寸 但绿摩州准备颇为充分 这当海上的禁止 不但可以封印 更是可以让绿摩州修士 融入阵法中 进行挪移 东南方 一百九十八万里 五祖绿摩位 速去 话语间呢 上百修士 迈步而出 消失无影 一道道封命 从着女子口中传出 他根据手中的罗盘地图 不断地调兵浅江一般 配合大量的绿摩州修士 一一抹杀掉反抗的白色光点 前师兄赵师兄 该你们出手了 那九人如今 已经死亡四个 还剩五人 其中两人分散 不足为虑 但却有三个人 居然聚集在了一起 这三人想必都是交好之人 或许擅长合机 还请二位师兄同时出手 轰杀这三人 在那女子手中的罗盘上 明显可以看到 有一处位置 三个略大的光点 凝聚在一起 向着天牛洲方向 缓缓移动 在他们身边 一个个绿色的光点 在接近后 纷纷熄灭 代表了死亡 那面白如玉的青年 微微一笑 右手抬起中 一把扇子出现在手 拿着在左手掌心一敲 看向身边那钱姓青年 钱师兄 小弟为你助阵 看一看道魔宗的 魔道大法 那钱姓修士目中 闪过毒浪 没有丝毫言语 身子一晃 直奔前方 刹那融入阵法 消失无影 面白如玉的青年 憨笑摇头 轻步走出 跟随其后 在这二人走后 那被数千修士 环绕的女子 突然皱起眉头 目光在手中轮盘上 一处处扫过 似很是不解的样子 奇怪 这丹海的海水 怎么在一天中 少了这么多 她的目光 在那轮盘中的 一个个白点上略过 其内也包含了 代表王林所在的白点 只是代表王林的白点 太过寻常 无法引起这女子的注意 她沉吟了班上 把此事埋在心里 继续展开调兵遣将 不断地派出身边之人 去一一配合 绿魔舟的修士 灭杀这丹海内 此刻存在不多的 天牛舟散修 杀戮无尽 王林对于这一切 置若枉文 她全部精力 都用在了吸收 这海水之内 她的身体 就如同一个 无底洞一般 不断地吸收 这海水进入身体 慢慢地炼火 试图凝聚水本源 只不过 这水本源的凝聚 难度太大了一些 石杖上下的海水 依旧不够 那便再多一些 王林在那海草中 睁开干枯的双目 看着时而有一群 绿衣修士 从其上方 呼啸而过 眉头皱起 伴上后 王林收回目光 闭上双眼 继续吸收起来 时间一晃 又是一天 这一天中 整个当海 缓慢地下沉 没有丝毫停顿 一天后 居然下沉了 八十多丈 甚至一些 暗礁之地 此刻也把礁石 完全地露出了海面 这种变化 即便是处于 杀戮之中的 诸多修士 也无法再次忽略 纷纷不知 发生了何事 诶 这么多寒水 去了什么地方 莫非有人在施展 莫大神通不成 弥漫在这当海内的 一群群绿衣修士 无法保持平静 纷纷动容起来 而此刻 在距离亡灵 很远的海底内 三个身影 急驰而走 这三人中 明显有两人重伤 但剩余那人 却是没有舍弃 而是带着一同逃命 白虎 你独自离去吧 我与朱雀重伤 你带着我们 只会将你拖累 没想到 我们造出了 七道宗的洞府界 在这里 本欲平静地修炼下去 何去 被这死劫临身 白虎 你自己走吧